这是日本制造鬼神战士的全过程 只有还是厨子之身的女孩才能成为鬼神战士 她们靠吸使人类灵魂来壮大自身 从而达到在战场上摧毁敌方意志的效果 这只是微纪录片解说 还请大家务要当真 传说在日本有一个名叫塔达村的地方 几乎所有岛国人民都知道那里 但却从来没有人见到过这个村庄 就连网上也找不到一张关于塔达村的照片 只能找到通往村子道路的照片 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类似于巫术的石头 大部分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被劝退 只有极少数头铁的人能找到塔达村 但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到达那里的人全都不得善终 要么就是精神异常 要么就是恨死当场 可就在刚刚 太郎和美穿裤子竟然收到了一份 关于塔达村的视频投稿 投稿者声称是太郎的忠实粉丝 他要向太郎发出挑战 拍摄一期史上最恐怖的视频 所以就带着女友那枚泰秘塔达村 据卢安的描述 他们沿途的确看到了网上的照片 和那些类似于巫术的石头 如那组合显然属于投铁的那一类 他们并没有被这些石头劝退 随着探索的深入 他们很快发现了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子 门口还吊着一块风干的腊肉 看起来十分诡异 纳美当时就心生退役 吵着闹着要离开这里 可刚走了没多远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 用石头堆叠而成的塔形建筑群 在东方文化中 这是一种祈福的方式 在佛教文化中 他被称之为玛尼堆 纳美本能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突然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两人这才发现 旁边又出现了一栋破房子 卢安向里面发出询问 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可是 也不知道纳美看到了什么 当卢安再次转头时 却发现纳美突然变得神色木染 正要上前询问时 纳美背后却突然伸出了两只千千戏手 卢安被吓坏了 可一眨眼之间 纳美就消失不见了 在出现时 已经是十米开外 而且举止僵硬 不知道要走向何处 卢安赶忙追了上去 不管他怎么呼唤 纳美始终都没有停下来 更诡异的是 不管卢安跑得有多快 纳美总是在他前方的十米开外 不过来到一处桥梁的时候 纳美终于停了下来 卢安赶忙追了上去 可是 变故来得太快 完全来不及阻止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轰鸣传来 天空突然出现一点亮光 转瞬即逝 随着亮光的消失 视频也戛然而止 看完录像后 没穿裤子 又给大家看了另一段录像 是他和太郎去采访卢安的视频 此时的卢安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活力 根本问不出任何东西 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割吼自杀 好在两人及时阻止并送往医院 放完了采访视频 没穿裤子告诉三位嘉宾 卢安现在已经逃出了医院 彻底失踪 也就印证那个传说 进入他达村的人 不是失踪就是发疯 然后又询问三位嘉宾有何感想 玛丽亚说他不是很满意 本来以为这是一场综艺节目 现在却看到有人自杀 他只是一个拍颜色斜针的网红 而太郎请他来也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双方属于是互相蹭流量的关系 而坐在中间的长毛 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表示露娜拍摄的那段视频 不过是糊弄小学生的恶作剧罢了 根本就不是真的 可一旁的大师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说如那明显是遇到了塔达村的鬼魂 长毛崇尚科学 大师相信玄说 两人话不投羁绊居多 太郎见几人众说纷纭 于是提议到塔达村一探究竟 太郎一向雷厉风行 很快就带着几人来到了塔达村 和卢娜视频中的情景一样 他们同样看到了那些马尼堆 现场的感觉和视频中完全不一样 大师的直觉告诉他 再往前进一定很危险 太郎说他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可以应付即将发生的一切 然后众人继续向前探索 可当他们来到视频中的那个房子时 却发现门口用木棍 插着许多动物的头颅 这明显是再向外来者示威 玛利亚绷不住了 说我要是死在这里 你的节目就会爆火 你倒是赚得盆满钵满 我却亏得毛都不剩 太郎赶忙安慰大家 说今天有大师在此 他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可大师却说 我也是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还问太郎是否做好了会有人死掉的准备 如果全军覆没 你能接受吗 太郎说他从花子那期节目 就已经做好了可能会死的准备 听到这里 长毛实在忍不住了 他根本不相信什么鬼神 可手中的紫场探测器 却捕捉到了一场 这回就连长毛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赶忙带着众人向磁场异常的区域靠近 很快就来到了卢娜组合看到的那片马尼堆前 可不同的是 这次多出了一个巨型马尼堆 上面还放着血淋淋的动物实体 探测器显示磁场波动就来自那里 长毛刚要上前 大师却力声呵斥 如果贸然靠近那里 一定会遭遇不测 然后就对着巨型马尼堆开始念诵咒语 长毛也拿出更先进的设备 对周围的温度 湿度 磁场 以及放射性 进行全方位探测 探测的结果一切正常 大师却开始命令周遭的鬼魂速速现身 还说这里马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话音刚落 长毛的探测器也捕捉到了一场 大师说这与科学无关 属于超自然现象 也就在这时 四周突然传出了一阵低沉的嘶吼声 长毛的设备也响个不停 马利亚瞬间变得魔症 不出意外的话 他肯定被脏东西附身了 可长毛却突然发飙 说大家竟然合起火来 欺骗他这个科学家 觉得马利亚是装胆 太郎直接怒怼他是个大傻叉 然后赶忙拿出了他最引以为傲的 猎口女的头发 大师也开始质问 附在马利亚身上的鬼魂 问他到底想要干嘛 就在众人一脸懵逼不知所以的时候 马利亚突然尖叫着冲向了长毛 死死掐着他的脖子 太郎赶忙冲了过来 用猎口女的头发一拳将其干倒 马利亚这才清醒了过来 可猎口女的头发好用是好用 但他的凡事之力也同样不小 就在众人的围观下 猎口女的头发竟然直接钻进了太郎的掌心 和他融为一体 大师看到这一幕直接懵了 然后又神情怪异的看着天空 说他看到了一个怪物 接着尖叫一声拔腿就跑 太郎完全不知道大师发生了什么 于是便让美穿裤子留下来照顾玛利亚 然后强行拉着长毛 跟他去找大师 长毛还有些不乐意 与此同时 美穿突然听到声后 有一响传来 可当他前去查看时 玛利亚却再次发生变故 应该是他身上的鬼魂憋不住跑出来了 美穿只好带他返回去车上 而太郎这边很快追到了一处破房子 而且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大师 可大师不仅满身血污 脑袋还旋转了180度 就在太郎不知所措时 大师的脑袋直接朝他飞了过来 即便是太郎也被吓得仓皇逃窜 就在两人逃跑的时候 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阵巨大的声响 就像是大爆炸一样 而且还保持着一定的频率 正在返回的美穿他们也同样听到了 不过太郎很快就发现了巨响的来源 竟然是一个巨大怪物的脚步声 两人根本不敢停留 而美穿他们终于来到汽车旁 却没有车钥匙 只能等待太郎他们回来 太郎和长毛很快也赶来此地 得知大师已经领了河饭 美穿悲痛不已 可就在这时 巨响再次传来 而天边也冒出了 那个视频中出现过的光点 同样是一闪而过 可长毛却毫无征兆地失去意识 不受控制地走到桥边 当太郎上前查看时 长毛竟然被挖去了双眼 里面还冒出了绿色的丝状物 众人赶忙拔腿就跑 可刚想驾车离开时 长毛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就在长毛消失的同时 玛丽亚却死死拉着美穿的手不放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显然她又一次被附身了 随着一声尖叫过后 玛丽亚也跟着消失在两人眼前 嘉宾死的死 消失的消失 现在就剩下太郎跟美穿裤子和摄像师 回到公司后 两人都是心情沉重 美穿裤子已经心生退役 觉得这期节目不能再继续拍下去了 可太郎却不同意 已经牺牲了三个嘉宾 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必须要回去给他们报仇 之后太郎便开始大量收集关于塔达村的信息 从一个知情人士口中得知 塔达村在很久以前 其实是日本军方的秘密研究基地 日军在那里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实验 实验失败后 那里的所有痕迹都被抹除 甚至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塔达村 太郎的莽夫性格再次爆发 他竟然直接绑架了一个前国防部的官员 在太郎无匹的威亚之下 官员将知道的消息通通说了出来 就在塔达村的地下 有一个隐秘的武器工厂 而这个工厂专门请来了塔达村的巫师 用魔法和科学共同制造武器 而这个武器竟然就是鬼神战士 这是日本制造的鬼神战士 他们提心巨大 靠吞噬人类灵魂来壮大自身 而这些鬼神战士中 拥有厨子之身的女孩最为强大 他们的个头会比普通神战士更加巨大 不过这项实验最后一失败告终 因为当时日本在战场上已经宣布投降 为了保守秘密 所有制造神战士的官员都被处死 武器工厂也随之被销毁 而这人之所以对神战士了如指掌 是因为他从曾经参加过那场实验的人 手中得到了一盘录像 里面记录了制造神战士的全部过程 太郎当即就威胁官员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经过一番毒打 官员终于给他了一个联络方式 第二天 太郎就提着棒球棍 气势汹汹的找了过去 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看到太郎来者不善的样子 老人完全不慌 因为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老人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了神战士的相关资料 还顺手递出一卷录像带 老人声称这里面有你想要知道的一切隐秘 这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 几人随即就开始观看录像 录像中赫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女性神战士 她的名字叫塔达 塔达村就是以她来命名的 而这些神战士都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就是只有半边眼睛 另外老人透露 日本战败之后 有些科学家把鬼神战士的细胞偷偷带出了工厂 而其中一个科学家的儿子 竟然妄图用这些细胞继续制造鬼神战士 这个儿子声称自己名叫老师 老人还保留了他的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 竟然就是太郎拍摄幽灵那期节目中的神秘大叔 老人还说自己当时也参与了老师的计划 另外还有一对科学家夫妻从旁辅助 但在实验完成之前 那对夫妻就被人秘密杀害了 所以老师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老人随即拿出了那对夫妻的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 竟然就是太郎的父母 而老人明显早就知道这个真相 说照片中的婴儿就是太郎 如果太郎是个女孩的话 他当时就会让太郎成为鬼神战士 太郎早都已经惊呆了 还好自己是个男的 可老人接着又说 你必须继承你父母的衣钵 帮助老师制造鬼神战士 这就是你的命运 可太郎并不相信命运 一拳就把老人干翻在地 然而就在这时 太郎的手掌突然一变 裂口女头发的反噬正在增强 就连跟她待在一起的美川也受到了影像 离开老人家后 太郎决定再次返回塔达村 只有找到那个名叫老师的人 将他彻底干掉 自己和美川身上的诅咒才会消失 于是三人再次重返塔达村 而老师似乎知道几人要来 早早的就在路上等他们 太郎这个暴脾气 二话不说 就一棒子招呼了过去 但老师只说了一句话 恶魔就要来了 太郎气急败坏 直接将老师打成了一滩肉泥 就连美川也鼓起勇气上前补刀 哪知道一变突起 两人直接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老师在这里如鱼得水 然后就在太郎的眼皮底下 直接将美川裤子的脑袋深深掐断 太郎悲痛万分 随手捡起一把匕首 就要去给美川报仇 结果却被摄影师一把拉回了现实 而刚刚回到现实世界 太郎就发现了眼前的一家三口 正是他的父母和小时候的自己 很明显 他们穿越到了鬼神战士的那个年代 太郎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 而父母看到未来世界的儿子 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正想和他相认识 太郎却突然让父亲停止实验 但父亲却摇了摇头拒绝了 太郎气急败坏 嘶吼着哀求父母赶快停止 但父母的态度坚决 太郎这个暴脾气 花起火来六亲不认 直接就冲上去将自己的父母乱刀捅死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时 被一能量包裹的美穿裤子突然出现 他催促着让太郎赶快钻进自己的身体 随着两人的冲入 他们再次穿越回了现实世界 可刚刚缓过神来 就发现天边再次出现了之前那个巨大的怪物 而猎口女的头发也突然开始反噬 紧接着 太郎直接摇身一遍 化成了和怪物一样巨大的奥特郎 直接和怪物展开了生死肉搏 奥特郎和怪物相继消失 只剩下摄影师无助的呐喊声 回到公司后 摄影师向观众做出总结 说太郎和美穿裤子都失踪了 他到现在都还是懵逼状态 可就在这时 一阵异想传来 摄影师当场就被吓尿了 那团异界的能量竟然在公司出现 里面还显现出美穿裤子和太郎的身影 他们拼命地向摄影师求救 神色十分痛苦 能量消失后 摄影师赶忙来到楼顶查看情况 结果却看到天空飘着一个 不知道是奥特曼还是奥特郎的巨大黑影 故事也到此结束 私信可看原片 双击加关注 下期更精彩